台湾指标民调 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为对照组 调查台湾民众对现任总统马英九 与准总统蔡英文的信任度 并进行交叉分析 结果显示 整体民众对马英九的不信任度 高于习近平 泛蓝民众对蔡英文的信任度 也低于习近平 而泛绿民众对马英九的信任度 也是低于习近平 可见当前社会如果要达到蓝绿和解 仍有很大努力的空间 民调显示 台湾民众整体而言 信任蔡英文较多 为55% 马英九的信任度为26% 习近平16% 但一经过交叉分析 却出现有趣的现象 台湾指标民调总经理戴立安 一日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 泛蓝这群民众反而就是说 对马英九的信任度上最高 到六成 可他对蔡英文的信任度只有两成九 可对习近平的信任度有三成四 也就是说泛蓝这群人 信任习近平的 比信任蔡英文的还高 泛绿的情况也相同 泛绿信任蔡英文达八成多 信任马英九的只有8% 但是信任习近平的有10% 泛绿不信任习近平的有76% 但不信任马英九的 却又更高达88% 戴立安分析 民众反而相对来讲很不信任 不同立场的政治人物的对手 那这块相对 某种程度你说到达到蓝绿和解 要达到某种程度的共识 他其实在政治的意识形态上面来讲 还有一个沟通的一个很大的空间 民调也显示 越年轻的受访者对于蔡英文的支持度也越高 戴立安说 40岁是个分野 对两岸有着完全不同的观察 这项调查是台湾指标民调公司 在3月27至29日进行 经随机玩访1004位民众的电访 在95%的信赖水准时 抽样误差最大值为正负3.1% 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苗秋菊台北报道